好 这把是败车组决赛 马老师对阵Nunu 那马老师为什么会在败车组呢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吗 但是被一名叫CZ的玩家就直接干掉 那名CZ的玩家就是太强了 太过于强了 你能够撑住于这难 好 那比赛开始 其实Nunu跟马老师选这个场地 总体而言是Nunu优势 因为特瑞他其实很害怕场外 所以我场外越多的图对于他来说越厉害 这个是板的坎儿是最高 场的场 其实板倒无所谓说 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大概是他的优势 因为特瑞是不喜欢版 但是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 只有两个场外版 不是平台是吧 对 和一个平台 这个非常好 这个有点机械的动作 漂亮 没手伸 呜 这个是完全木鸦 打点没有死 众所周知特瑞体重排名第七 极难被杀 帽子贼中 哎呦 狗狗翻过 我 这个都不死 这个都没死了 这个都没死了 这库巴我感觉都死了 我能感觉库巴都死了 跟土有关这感觉 对啊 哎哎哎哎哎 看老子 他那个后臂法了 后臂法了 他估计没看朝向 敢打横臂 然后就成后臂了 对啊 对啊 有点可惜说实话 你打零刻的小技巧 再科普一下 就是场内你千万不要拿炸弹 就除非你会炸弹链 否则你就别拿炸弹 呃 中距的还可以 如果炸弹在旁边玩 应该你转过一下 然后赌个盾 对 中距的还行 现在这个不行 哦 这个杀一下 因为特别杀一个自带自动转身 但只要你到周围的必中 对 很赖啊 咋鬼说这没准是个八 flank 你因为他出盾 为啥会自动转身呢 上师 recover 之前我跟古里达也经常被那个 上师 就很奇怪 因为我明明是故意穿盾 然后尸 麻 娜娜 哎呦 这捡回来 sur Date A竟然跟那个怼了 这个DA马尔死了 他这个现在没有跳 这儿难做 漂亮 哎漂亮 我这都死了 200了 这波其实很难回了 特瑞打零克最害怕的就是高百分比的场 马尔刚才独了个跳 差一点 独了个直接落地 好短 还想攻击上边打到 这个炸弹很难受 不是手动的吗 我看这炸弹傻了一下 这铁腿给上海撒断了 这个必须要攻击起身 要不然就很难受 刚才怼怼差点死了 因为底下是平的 特瑞再晚一秒回不来了 这个炸弹卡得非常难受 他甚至呼吸换二段跳跳过这炸弹 但是刚好被毒中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功效选拳 漂亮 这是没错的 其实我之前研究特瑞 如果他直接JAB是往里DA 他如果下T的话是往外DA 对对 下T也是 下T也是 对下T是往身后DA 下T是往里DA 对 他只有下T是往外DA 还有上T 下上T往外DA 好横T 就是他T是往外DA JAB是往内DA 很难受 零克这个远距离安全打盾 哎 谁弄了 不要难受 不要难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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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活着就是 就是胜利 因为特瑞这个够 至少他有够 他没有没有跳 现在 哦漂亮 但是 哇 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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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持着从场 左边打到右边 恭喜马老师拿下了第一场 哎 老师不在 哎 你觉得在那 看 这个零 老师先下一种 但是咱们这是BO5 可以先下载一把 露奇娜 露奇娜 露奇娜出现了 对 露奇娜是林克最害怕的角色 没有之一 是这是T牌的 是吗 是 但是 露奇娜 露奇娜 他最近也是也是练过 之前击合比赛的时候 他之前用好就是露奇娜 就最开始的时候 那我太了解了 我整整被露奇娜 虐了一年半 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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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 就一百 都没赢过 所以因为当时我玩狼 首先狼也弱了 露奇娜 然后再加上我当时 实在是力回不行 就是初级阶段的时候 你能想象到就是 一个狼老被露奇娜 返回场 那是什么感觉 哎呦 完了 但是露奇娜 跟特瑞可以说是 天差地别 就完全是两种角色 一个是返回场 然后天空优势 一个是 场内地面优势 就完全是 逻辑都不一样 而且落地也是两种逻辑 一个是 可以飘一会儿 一个是必须要第一时间落地 哦哦漂亮 这是无敌人 哦这个抓 这个没看 漂亮 最近我也是看了那个 那个谁的 露奇娜 日本 日本那个 他的露奇娜返回场 简直就是艺术 就是 我就感觉敌人永远在场外 哦 哦 这个 下板 第二级 第二级 拿露奇娜手边 就是有一招 特别强 就只用空门 因为露奇娜 空门是击沙轴 这个让你很难以别走 哦 漂亮 哦 他们刚才没有掉 差一点 可以吗 这是我最近看那个 日本的露奇娜也是 用上臂返回场 因为上臂你是全城无敌的 只要你不起始针 跟结束 这就结束针被抓 对 你看就这样就死了 不 就只要他不开火 就结束 对 出生不了 完全出生不了 啊 这个抓抓比较好 或者下地 对 对好一点 哦这个二级二级二级 他刚才那个直接去场外 有点急了 对对对 哦漂亮 这个spacing非常好 两色 刚才两色空门少了 哦这个有点急了 林克那是不能空后出盾 太近了 对 而且贱人的那个空后出盾 林克如果打得好的话 他是被上S的 就刚好上S 反正就加了S 哦 这是马老师有点大意了 在空中竟然用 那个掏了个炸弹 那个硬直对于露奇娜来 他说很大 他多比上去S 对 想秀 秀秀 太适了 哎呀 抢招抢了一个七针的上臂 恭喜马老师是2比0 拿到了自己的三个赛点 看完都没有怎么选择了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还是选择相信特瑞 熟练度高 说你今天一天都在用特瑞 突然换杜奇纳就是感觉手法 逻辑都不一样 逻辑不太一样 还是相信特别OK 其实Nunu的绝对实力 我们都没有差太多 就是打得太熟了 有点被毒 再加上凌克返回场 加上特瑞这英雄上限 跟凌克比还是低一点 确实是低挺多 但特瑞这英雄强就强在 他没有达到上限的时候 那是真的强 大机会 又一机会 这两下有点难受 这两下真的有点难受 刚才奇纳能打40 两招40 还打到了 这就是一个择 就是你觉得我要用一下 但其实我用两下 对 有点像那个 简人横币 对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拦一切回场差的角色 就是都这么拦 他就多段攻击 主要他那范围太大了 他不是说容易摸到 还冻结了一下 好 他刚才如果是大的横臂 都打到了 可惜了 翻滚 特瑞有一个招牌技能 就是翻滚精神 因为结霸人自动转身 所以说他的翻滚其实是抢招 并不是说烈士 大家玩街霸人的时候 哇 这大机会漂亮 这大机会漂亮 我刚才空前一 其实马老没反过来 可以上臂 我发现马老其实很少用空前一 上臂这个combo 我之前跟东北的老周 他就很刻意摸 这不安全 但是他就是剑长嘛 他打地面 假如说他极限距离打 尼也惩罚不了 类似Joker那空前一 他说打尼 那个 没想到 没想不到 没想不到 要随盾 没打到随盾了 还是 还是 有点犹豫了 他刚才如果横帝 不往后撤 直接会不往后撤 就随盾了 第二集 第二集 不能急 不能急 又盾了一个 攻击起身 攻击起身被盾了 就负二多战 其实马老没反过 刚才马老可以直接S 都可以 好漂亮 马老有点下意识 那个进身 然后等 抓 对对对 特别喜欢抓 可能他觉得就是先把人打出卡外 比较好 嗯 因为他对返回掌头的自信 哦 抓到了 这也不是两阵 就是一个暴露 这就是一个暴露 就是特瑞 他那个自己不会抓边 对 这要结束才行 啊 这个得盾 其实我看LONO 他经常被打 原因是他老冲刺 其实 就走路盾 跑步盾 我觉得比较好 好死了 这是 对搓掉就死 现在0打130 说实话 你要一般角色肯定是没机会 说实话 有机会 但是 对不起 哎 就是 东起马老师 我 我对不起 冬冬 我赌奶了一口 刚说完也扎出手声 Yeah You have to do it 我来拍咯 我来拍咯 我来拍咯